以爱之名,为他而战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我失去了自己的双腿 他的出现,温暖了我 又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 所以,今天我来到跨时代战书 就是想要告诉他 曾经是您让我站了起来 如今,换我来守护您 东哥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东哥好 你好 我叫李娟 东哥好 我是李娟的丈夫 我叫何首奎 我看到娟的身体不太方便 对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有点亮腔 对,我的一个腿也是小时候麻痹 你们二位是何力 是为了什么样的梦想 为谁来的呢 我是为了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个女人而来 也是我曾经觉得 特别难缠 最不想见的一个女人 谁啊 她为了生活 劳碌了大半辈子 现在到了晚年 还要来照顾我们全家 今天来这个舞台 我不仅要感谢她 还想用我自己的力量 帮助她 去实现她 012的小小的梦想 如果我拿到中国基金 我会拥有这笔基金 带她去画一个美美的妆 去引楼 拍一种那种写真的照片 让她感受一下 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哇 晚年还是很幸福的 那这是一位 她是我的婆婆 天哪 说了这么的动情 这想必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和经历 对 我婆婆 在我们俩吵架的时候 她会站在真理的那边 谁对也就像着谁 这一点我非常感动 然后还有就是 她现在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地 不忙的时候 还要帮我照顾孩子 我觉得婆婆对我们付出太大了 所以今天来这个舞台 我就想跟我婆婆说一声 妈 你辛苦了 好儿媳 好婆婆 但是我相信这个台上还有一个好幸运的 就首魁的吧 那你们俩是怎么聊一块的 我俩是通过网恋爱认识 那个时候就是在聊天书里聊天的 在那时候我就唱首歌 但是我唱歌跑调 就是都不在调上 其实唱得贼难题 边哭边跟她喊 我就想这个人肯定有故事 然后我就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因为当时我开了一个手机店 然后她的休假店 还有就是都知道对方的身体不变 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聊了三个月之后呢 她就说我能不能去看看你 我一听说她来看我 我就觉得不大相信 我就是说我想去看看你 我说看看咱们到底合不合适 因为她那时候就坐在一个轮椅上 就是她总用被盖着了 她就只让我开三半圈 你那时候已经知道 娟儿是坐在轮椅上 坐轮椅 但是我不知道她那个腿 就是这么的严重 完了我就买个火车票 我就去了 就去她家以后 别人就是那个 你就直接去她家了 对 我买完火车票就直接去她家了 她真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才敢相信 她真的来看我了 对于她来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周围的邻居就流言思起了 说这咋回事 这一年了 也没啥动静 我就一直问她 你到底是咋想的 但是我总感觉我老公 是有什么事情瞒得我 吞吞吐吐的 也不表个态 当时我父母跟我说 他是不是结过婚了 故意算你再来 这故意太正了 骗你的 然后后来才知道 是有别的原因的